已經講了一些啦 那當然這邊的話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因為它大漏透雲畢竟是個網站 那網站裡面的話裡面都有HTML相關語言 那其實說真的還是有點難度 比如說我怎麼知道我可不可以透過CreditTable 抓取這個網站的資料 那可能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它是一個table才可以抓 所以你可以怎麼知道它是不是一個table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 你可以在這個表格的左上角這邊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檢查之後的話 如果假設往上推它這邊是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呢會告訴你一個table的話 表示說呢你可以用CreditTable抓這邊上面的資料 那如果假設說呢它看起來很像是一個表格 可是呢它不是用table標籤的話 那很抱歉它就不能夠用那個什麼 CreditTable抓 因為Credit有限制 它網頁只接受table標籤 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那比如說哪一些網站可以抓 像這個網站可以 哪些不能抓 其實好像蠻多同學常問的一個問題說 那個Yahoo股市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想要抓Yahoo股市資料 比如說Yahoo股市你搜尋一下 那Yahoo股市的當日行情好了 當日行情裡面不是有這麼多類股 那比如說這個類股 我怎麼知道這個能不能抓 很簡單你點進去嘛 按右鍵檢查看看 有沒有左上角這邊檢查一下 如果往上推它上面出現有table標籤的話 那表示說你可以用那個table CreditTable來抓 但是如果你往上推一看 奇怪為什麼完全都沒有看到 所謂的table的標籤的話 那跟各位講 那就表示不行 OK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它看起來很像表格 對 因為現在很多網站 慢慢就不太喜歡用table 那當然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用table的技術可能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網站 還要用table 感覺好像那個網站比較low一點 那比較新一點的話 大部分都用什麼 用DIV 有沒有 所以以後看到DIV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DIV的方式 去抓這個資料了 那至於要怎麼抓 哇 那其實又是另外一個複雜的一個 算是規則 那其實爬蟲是這樣 因為爬蟲網頁不是我們自己寫的 所以你要去抓那個規則 把它的規則變成一串程式之後 你就可以把資料抓起來 但如果你想不到那個規則 那很抱歉 你就要人工 那人工就不得了了 理論上現在資料不太建議用人工 所以如果假設說你的怎麼講 資料不是用那個table標籤的話 那就可以可能用別的 那其他方法怎麼做 當然有幾個方式 像可能還是要分析一下網頁標籤 所以我是建議的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基本上這個網頁標籤裡面的結構 主要有三種東西 第一種就小於符號開頭的 後面這個叫標籤 然後第二種的話就是類別 類別的話就class 有沒有 有發現class後面它有class 表示它外觀長什麼樣 它這個外觀就是由class來決定的 有點像是樣式啦 然後第三個就是javascript就是程式 所以這三個就是一個網頁主要的內容 當然你說老師這三個哪個最重要 當然第一個標籤最重要 其次就是class 那javascript的部分 你暫時不想處理也沒關係啦 不過如果你這些都懂的話 以後網路爬蟲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不過你光要懂這些東西 哇恐怕需要花很多力氣 對不對 ok好 那如果你假設你不想要 一剛開始 就花那麼多力氣的話 你第一個先搞懂那個標籤 所以相關的標籤的知識 我是建議我這邊有一些連結 你們可能如果假設你的基礎不太好的話 請你把這邊連結的電子書 稍微看一下 什麼叫HTML 至少你要說得出來 不過重點就是說 你至少要知道什麼叫標籤 有沒有標籤就tag tag就是它的頭跟尾 它就叫什麼opening 跟closing 有沒有就是說一個頭一個尾 然後裡面的話就放它資料的地方 那這一整個就是elements 反正就是這個 我們要抓的資料 大部分都是它的content 有沒有它裡面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 那個craniple 其實就是好處就是它幫你避開這些東西 直接幫你把它的content直接抓下來 這樣的話你就省很多力氣了嘛 OK 不過它僅限於table 好那剛好呢 這個樂透雲剛好它是一個table 所以我們可以抓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喔 除了你要告訴他說你的網址之外有沒有 第二個就是你要告訴他說什麼 你的表格是在這一個網頁裡面第幾個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 你這個網頁裡面第幾個的話 一般我習慣是把這個table複製一下 然後按ctrl F 然後直接在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它就會出現說 你這個網頁裡面有幾個table 那我要的是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向上向下有沒有去搜尋一下 那有得到一個5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5的數字 直接填到哪裡呢 填到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有沒有 這個webtable裡面 有沒有這個把它貼上 把它輸入啦 所以這個第幾個碼 那它的url就是它的網址 網址的話就上面這一串 把它複製一下 那把它貼到這邊url分號後面 那記得前面不要有空白符號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因為它這個indage page等於1 所以呢你得到的應該 所以上個禮拜我馬上有先run第一個 第1頁就下來了 那如果你要第2頁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改indage page等於後面的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第二個step就是說呢 在這個後面 我把這一段複製貼下來改個p次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就加一個回圈而已啦 這個回圈的話基本上就是for i等於1到72 有沒有就是72頁啦 不過也有同學問說 因為在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就變成73 再過一段時間變74 所以你說那之後怎麼辦 當然喔 如果你假設不想改這個數字的話 那你就要想辦法去什麼 自己去抓那個網頁上面的這個數字 哪個數字 這個數字 那怎麼知道這個數字 就是要用一個規則 把這個72的資料給找到 然後return回來就可以 不過相對應該聽得出來應該蠻難的啦 所以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但是難度蠻高的 所以假如說取捨一下 如果這個程式太困難了 好沒關係你暫時先怎樣 乾脆你暫時先用填的好了 如果你想得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喔 那這個它有什麼規則 你會發現喔 它是個A有沒有 所以呢 你可能要抓標籤 但問題A在這個網頁裡面有多少個 有沒有 Ctrl F 其實你可以輸入個A嘛 A的話就是那個超連結符號 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小於符號 那你可以找一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的話總共100 100多少 138個啦 至於剛剛那個在第幾個啦 所以啦一個方法啦 比較笨的方法就是你去算嘛 如果你去算出它是第幾個 你把它裡面content抓回來 不就可以了嗎 大概是這樣邏輯喔 只是程式有點 比有點複雜喔 OK 好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回到剛剛上個禮拜講的啦 這個好像是A1的樣子 沒有這個K啦 那如果你通通放A1的話 它會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它會把第一頁抓下來 如果你抓第二頁的話 它會幫你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整個橫向的資料 那如果你假設不要橫向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是讓它怎麼樣 抓第一頁之後 讓它怎麼樣 再去追蹤一下 那比如說我這邊 我按F8好了 主要我們跑一下 輕調的 那我先抓第一頁 這個I應該等於1啦 OK 然後把第一頁抓下來 所以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QTable真正抓是這一行 所以將來上面的程式假如有錯 它還是會這個地方出錯 Refresh才是真的把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 這地方怎麼變成是1 我看一下 是不是出錯了 K 1 而且這個預設不是等於1嗎 我看一下 我這個剛剛加了 所以這個錯了 讓它重跑一下 OK 好這樣 Refresh 然後再進去 有沒有抓到 那再來當然就是說 讓它向下追蹤 就是 追蹤到是91 所以Ctrl向下 91 然後加1的話就放在這邊 所以第二頁剛好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蠻巧妙的 把第二頁的字要抓下來 第二頁應該放哪裡 放92吧 K等於92 所以A跟K串在一起 就放這裡 所以I的話 目前應該等於2 OK 所以把第二頁 幫我抓下來 放在這個位置 再來一下 K 這個時候應該再向下追蹤 183 為什麼183 砍觸向下 有沒有 182加1 183 所以意思是可以推 這樣的話 一個一個的全部都通通幫我把它抓下來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馬上就可以把 在樂透雲裡面的72頁 瞬間可以通通下來 大概幾秒鐘的時間 可是你會發現 他這個下來的資料 如果我假設下一階段是要把它統計一下 可能我希望知道說 到底從哪一天 我感受一下下 從應該是2004年的1月5號開始 他每一期都開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如果說我希望知道一個訊息 就是說 到底1到49號 哪一個號碼 一年來開出的數量是最多的 機率也是最高的 那這怎麼統計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講到這邊 那請各位呢 再來就想一個 下一階段 就是說呢 我如果希望把這些資料 變成我可以統計分析的資料 該怎麼做 可能必須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他的資料 每一頁上面都有欄位名稱 所以下一個也會有欄位名稱 這邊也有 92這邊要刪掉 這邊也要刪掉 好像應該會有72頁 所以應該會有71個要刪掉 第一個不能刪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還有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說 年 有沒有 下面還有月日 那所以理論上應該要解決一個問題 應該把這些資料 三個變一個 可是 這個問題可能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可能需要 需要把 這些全部合併在上面這一個 變成說 這三個資料 要把它合併上去 所以 這個問題我想 我們暫時先 不做處理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乾脆把 除了年之外的這兩列 乾脆刪掉算了 因為 這兩列好像 暫時 我們哪個日期 年月日暫時沒有也沒有 因為我們主要 重點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把那個中獎號碼 這六個取得 然後並且 還有一個問題 必須把它剖開 變成六個號碼 這樣的話 我們就每一期七個號碼 我們就可以統計了 至於 他哪一天開的獎 暫時 我們先不要處理好了 因為 目前可能不是主要的 我們只是需要 知道哪些號碼是最多的 所以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都刪掉 有沒有 假設啦 當然如果 你用人工來刪一定是 絕對不OK的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要怎麼 刪一個 然後再刪下一個 但如果你寫VBA程式 可不可以刪 也可以 可是問題很耗費 程式 時間 也要跑很久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這個 一到七十二頁的資料 先下載 那再來的話 就想想看 就是 資料下載完之後 我如果希望呢 可以把剛剛提到的 應該有幾個資料 再來就是 雲端上面應該第七頁 總共有 三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個問題就是 把那個 多餘的燃民列 把它刪掉 第二個的話 是多餘的日期列刪掉 日期應該有兩列 一個是 月日 一個是星期期 那個可能我覺得 暫時先把它 剛剛刪掉算了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要把那個 六個號碼 因為它在同一個儲存格 我們沒辦法分析 所以你可以把它切割開來 把它變成三個 把它變成六個儲存格